大家好,我是Wayne 今天我将会用最短的时间带你走过日本的平安时代 平安时代是一个横跨八世纪到十一世纪连续四百年的时代 一般来说是由平安经迁都到连窗幕府成立为止 而这四百年间再分为初期、中期和晚期 初期是由皇武天皇和错儿天皇重新确立律令体制 天皇主政的时期 中期是藤原寺的社官政治 后期是属于武士建路头角的时代 如果大家想知道藤原寺如何从天皇手中抢下权力 开始了近百多年的社官政治 或是大家想知道武士如何在平安时代晚期正式抬头 慢慢的拿到政治的权力 开展连窗时代的话 就请一定要看完这一集 废话不多说 我们现在开始 标示着平安时代开始的重要事件就是迁都平安经 而迁都平安经是皇武天皇的伟大政治之一 平安经就是现在的京都 而平安经从794年起到1869年迁都东京为止 一直都是天皇的居所 而现在京都三代季之一 十代季就正正是在季制皇武天皇的平安神宫举行 而后来也把最后一个在平安经度过一生的孝明天皇 加进了平安神宫之中 那为什么要迁都到平安经呢 第一 平安经是四神上映之地 根据地形 平安经分别得到东青龙 西白府 南珠缺 和北玄武所保护 是风水浮地 第二 平安经临近琵琶湖和日本海 同时可进定川从南波出海到赖湖内海 非常便利 第三 也是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要远离佛教势力 那两时代的平成经也是佛教的圣地 因此佛教的僧侣经常介入政治 令天皇往往受到佛教势力控制 脱离佛教力量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搬离平成经 并在新的地方引进新的佛教 稍后我会再详细说明 还记得我像一集说奈兰时代的称德天皇 间接终结了奈兰时代吗 现在我就告诉你原因 称德天皇是一个一生独生的女天皇 因此没有任何继承人 于是朝廷便找了光人天皇成为下任天皇 而光人天皇与称德天皇最大的分别是 光人天皇是天智天皇的谱系 而称德天皇却是天武天皇的谱系 也因为这个机会 天皇的势力也由天武天皇系统转到天智天皇的系统 后来光人天皇的儿子 光武天皇也为了进一步远离天武天皇的势力 所以迁都平安经开创了平安时代 有关谁是天智天皇和天武天皇 大家可以到我的频道 重温飞鸟时代的一集 黄武天皇另一个伟大正直 就是压倒了奈兰时代后期纷乱的宗教势力 重建由天皇为中心的律令体制 除此之外 他也任命了日本史上第一位征仪大将军 板上田川马履 他除了是清水寺的创建者之外 同时也为天皇征服了东北一带的夏夷人 把多贺城先搬到阎首县的党职城 后来再搬到同是阎首县的自波城 黄武天皇的儿子 创俄天皇接任后 延续了他父亲集权的体制 其中任命了藤元东市为高级官员 处理天皇的机密文件 为藤元市在平安时代中期的社官政治埋下伏笔 在黄武天皇和创俄天皇两位的忍耐 也成功地依靠两位从唐朝回归的僧侣 创立了新佛教 首先 最曾在现在的资赫县的比瑞山 延历寺创立了天台宗 他于804年到唐留学 由于身份地位高 所以被黄武天皇所期待 最曾在中国的天台山修业后 就回到日本创立了天台宗 而天台宗往后的座主 也到过唐学习佛学密教 并把天台宗继续密教化 第三是天台座主 元人相继开山了现在位于宫城县的瑞岩寺 岩守的茅岳寺和宗尊寺 及山形的历史寺 把天台宗发扬光大 空海在现在的河戈山县 高野山金刚丰寺创立了真岩宗 空海跟醉成一样 于804年到唐留学 但他短短留学了两年就回到了日本 空海在京都创立了众议众志院 为对平民的教育打开了第一道门 对在当时主要为权贵服务的佛教来说 是比较罕见 错儿天皇去世之后 藤原寺的势力开始越来越大 进入了平安时代中期的社官政治 社官是指藤原寺以摄政和官白的角色来操控朝廷 设政是指在天皇年幼或是女天皇的时候 去讲管政治的人 而官白只是天皇成年后辅助天皇政务的人 而为什么藤原寺能够长时间维持权力 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是透过排期其他阵地 第二是外戚关系 藤原寺在平安时代中期出现了不少排气政敌事件 例如长河之变和印天门之变等 而最有名的就是尖原导政配流事件 当时醍醐天皇以尖原导政和藤原石平为左右大臣 藤原石平不愿意与他人分享权利 便设法想弄走尖原导政 打算任命建元导政为浅唐室 令他离开日本 但建元导政是一个非常优秀 学问丰富的人 他先以唐朝已经率落为由 废掉浅唐室一职 留在日本 但藤原石平并没有死心 他再以建元导政模仿为由 把他流放至九州的大宅府 而建元导政也因此淤淤而终 传说中建元导政死后出现很多天文怪象 并当时人民认为建元导政死后化身苑林 因此人民便建立太宅府天满宫去祭祀他 时至今天建元导政因为他学富五居 而成为了学问之神 全国也新建了很多天满宫 每逢到了考试季节 很多考生都到现在位于福干市的太宅府天满宫 参拜祈求考试顺利 藤原市也用外戚关系去稳住他们的权力 其中最夸张的是藤原道长 他四个女儿都成为了天皇的老婆 更是三个天皇的外祖父 藤原道长的儿子 藤原赖通也靠着外戚的关系 当了五十年的摄政与官白 可以说是藤原市的权力全盛起 当世界上没有永远不凋谢的花 到了十一世纪后期 后三条天皇再与藤原市没有外戚关系 他启用了大疆荒房 发出严九庄园整理令 大大打击了藤原市的势力 藤原市跟庄园有什么关系呢 我在此简单说明一下吧 当时土地是由天皇所拥有 所以农民都需要向朝廷交税 但是一些贵族的土地就可以免除交税 一些普通农民为了避免交税 于是就把土地捐给贵族 这就成了庄园 换句话说 就是贵族施通了朝廷的税金 与藤原市没有关系的后三条天皇 当然不再容忍 发出庄园整理令 没收违法的庄园 而在被没收的庄园中 发现了不像庄园都与藤原市有关 社官政治也就此告终 平安时代中期的文化被称为国风文化 诗字飞除了浅唐诗之后 由日本贵族自己发展出来的文化 最重要的发明是平甲民 在这个时期之前 日本一直是运用全汉字 到了国风文化的时期 宫廷文学遍地开花 非常有名的少说 由子氏部所写的原氏物语 和庆孝纳岩所写的整朝子 都是以全平甲民所写的 到现在为止 我讲完了平安时代早期和中期的情况 简单一点说 早期是由天皇主政 到了中期 权力奏落在藤原市的贵族手中 在最后的时期 权力奏落在武士手中 为长达七百年的五家政权写下前奏 当中经过连川时代 诗丁时代 战国时代 和江户时代 直到木末时期 德川清喜把权力交还给明治天皇 才正正结束 想知道五家政权的开始 就请继续看下去 也请大家可以订阅和按赞 以及简单留言依据支持 因为你们小小的鼓励 就是我继续创作影片的动力 谢谢 在平安时代中期 权力达到巅峰的藤原家 因为失去了外戚的地位 而在朝廷中的位置 慢慢下降 取而代之的是 天皇自己拿回权力 这个时期最有名的是以下三位 包括白河相皇 鸟羽上皇和厚白河相皇 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为什么三位都是上皇 而不是天皇呢 其实天皇让位之后 就会变成上皇 由于上皇处理战物的地方 离开皇宫 所以可以免于外戚 等外来势力的影响 因此此时的天皇 更喜欢用上皇的身份 去处理战物 因此以上三位当了天皇以后 都很快把天皇之位 传给年幼的皇子 自己以上皇的身份 继续处理战物 同时也被称为自天之君 因为上皇办公的地方叫院 所以这个时期 也称为院政时期 虽然上皇已经从外戚首相 拿回权力 但当时因为律令国家已经崩坏 中央政府的力量衰弱 因此需要武士去维持自安 此时最有名的两个武士团 是清河元士和皇武平士 他们是分别有清河天皇 和皇武天皇血脉的 贵族武士团 你可能会有疑问 为什么他们会有天皇的血统呢 其实因为天皇有时候 有太多的皇子 有些根本没有机会 成为天皇的皇子 就会被赐于身世 并流放于皇宫之外 这叫做成级降下 在这一个时期 天皇的势力范围 还主要在禁忌一带 虽然在奈良时代 朝廷也把势力扩展到 东北澳洲一带 但不仅地理上的距离始终太远 因此东北澳洲 一直都处于一个自治的状态 此时统治澳洲的是藤原青衡 积衡和秀衡三代 而澳洲一带资源十分丰富 所以以平传作为根据地的藤原市 过着十分繁荣的生活 有关东北藤原市的故事 我应该会开新一集的影片慢慢讲解 但现在我们先知道他们的存在 因为东北藤原市在往后 连昌时代的开始时 也会有他们的戏份 交代完万政时期的背景后 现在可以讲一讲这个时期的纷争 由于外戚已经失去权力 因此纷争主要围绕着皇位继承之上 1123年 白和尚皇为鸟宇天皇 找了崇德天皇为王太子 并让鸟宇天皇将天皇之位 让给崇德天皇 崇德天皇虽然表面上是鸟宇天皇的儿子 但根据爷子的记载 崇德天皇其实是白和尚皇的儿子 因此鸟宇天皇并不喜欢崇德天皇 你看到这个观系图 可能会吓一跳 因为这样不是爷爷跟孙师父吗 你没有看错 那时候的尚皇权力就是那么大 关系就是这么乱 但白和尚皇死后 鸟宇尚皇成了治天之君 便想让崇德天皇把天皇之位 让给他的亲生儿子敬畏天皇 但崇德天皇并不想轻易让出天皇之位 于是鸟宇尚皇便先把敬畏天皇 叫给崇德天皇 让敬畏天皇成了崇德天皇的养子 同时尤帅崇德天皇让位给敬畏天皇 而崇德天皇就成了上皇 可以操控朝廷 崇德天皇听了鸟宇尚皇的话 就把天皇之位让给敬畏天皇 但怎料到让位赵书中 写的是让位给皇太帝 而不是皇太子 也就是说 崇德天皇中了鸟宇尚皇的先进 崇德天皇的怨政梦也破灭了 但天无绝人之路 敬畏天皇在上位不久就病死了 再次攘起了崇德天皇的权力梦 崇德天皇希望可以由他的儿子众人继位 但鸟宇尚皇则希望由雅人继位 结果崇德天皇再一次屈服于鸟宇尚皇之下 由雅人继位成为后白河天皇 两次被夺去权力梦的崇德天皇再也不忍了 他聚集了一些武士势力 与后白河天皇决议死战 使称为宝源之乱 结果后白河天皇靠着元义朝和平清圣 两为武士势力的帮助 击退崇德天皇 而崇德天皇也被流放到战旗 崇德天皇最后也含着怨气死在战旗 崇德天皇死后出现了很多天文怪象 所以也被后世视为怨灵 因为他的怨气最大 所以被称为三大怨灵之首 其余两位怨灵分别是屏障门 和刚刚提到的剑元道真 1156年宝源之乱完结后 为后白河天皇取得胜利的元义朝和平清圣 理应得到同样的礼遇 但意外的 元义朝却收到后白河天皇的冷带 结果当时这两大武士势力便出现冲突 史称平治治乱 结果由平清圣取得胜利 但平清圣并没有将敌人 元义朝的后人斩草除根 平清圣把元义朝13岁的儿子 元赖朝流放到伊豆 而当时仍是婴儿的元义精 留在安玛寺出家 这两位元氏后人将成为 开创连创时代的重要人物 平清圣在平治治乱胜出后 成为首位以武士身份的人 被奉为太政大臣 并在武力上支持着后白河上皇 此时是平清圣的权力高峰 他住在京都的六波罗殿 平家的家人成为高官 女儿也跟天皇结婚成为外妻 除了政治以外 在先时的神户室 当时名叫大伦填坡的地方 平家积极进行日送贸易 从送输入送钱、书籍、陶瓷等 也从日本输出稻尖、杀金、硫磺等 赚取丰厚的利益 为了跟后白河上皇打好关系 平清圣向他奉向位于京都的莲华王院 因为正面有33条墓柱 因此又名33间堂 时至今天已有700年以上的历史 是世界上最长的木造建筑 那里也有很多珍贵的千手观印象 另外现在被称为日本三井之一的 沿岛神社 也是平家的重要寺庙 随着平家的势力越来越大 大道可以幽静后白河上皇 宁愿正庭子 在朝廷上自然有很多人看不过眼 希望可以打倒平氏 此时后白河上皇的地上皇子 以元皇便向各地发出平家追讨令 而牧生的元义仲和义斗的元赖朝 便响应号召 展开元平争乱 来自伊斗的元赖朝 这正正是在平之之乱中 被流放到伊斗的元赖朝 牧生的元义仲和伊斗的元赖朝 虽然两姐都剩元 但他们并不是同一阵营的 所以更正确去描述元平争乱 应该是平家、伊斗元氏和牧生元氏三个势力在互相争斗 经过五年多的战争 元赖朝靠着从绿澳回归的元义经的超强战力 终于平定了平家和牧生元氏 在1185年 元赖朝在连窗设立幕府正式展开连窗时代 而元平争乱虽然只有短短五年 但当中也有不少有名的战役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留言告诉我 如果多人感兴趣的话 往后我会开一集新影片说明 终于讲完了平安时代近400年的历史 除了平安时代外 如果你也看完我对飞鸟时代和奈良时代的解说 我相信你下次到奈良和京都旅游的时候 基于对日本古代史的认识 相信一定会有另一份感受 希望我的影片可以帮助你认识多一点点的日本历史 下一集我将会开始讲解连窗时代 如果大家喜欢我这个影片的话 请按赞和订阅 让眼窗法把我的影片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谢谢 我们下次见